希望顯示的是百分比 那這邊就顯示就是把它改一下 特別就是直接改哪裡呢 改這個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這個地方 應該都找得到 然後呢把它改一下百分比 那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可能也 想說我兩個都要 我要一個百分比 我也要旁邊再出現總共幾個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百分比這邊先做完 然後再把年齡 拉到底下這邊來 放開 他就會再幫你產生一個技術 有沒有所以這邊是年齡 的百分比 這邊是年齡的技術 兩個就都有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那當然呢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怎麼樣 做一個 可是後面每一欄我都要統計 假設後面所產生的問卷結果 我都想要看到百分比各佔多少 或者甚至各佔比之後呢 他的那個圖啊 譬如說 產生一個派圖之類的 也會自動全部完成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會需要用到像 那個VBA啦 不過 這程式要怎麼寫 你可能現在還沒有頭緒 如果 沒有頭緒沒關係啦 在 Israel 裡面有一個還蠻好用的功能 就是說呢 他可以幫你把 你剛剛做的任何動作 都幫你 記錄下來 那記錄的形式 其實就是把程式寫出來 他的形式基本上就是VBA 也就是說呢 你不會寫那個VBA沒關係 他會自己幫你寫出來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拿來做修改就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 如果你要達到自動化 自動化 我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後面不是有 十幾個欄位 你通常要做完結果的話 其實我這邊有個按鈕 我按一下他的話 樞紐自動化 按一下他會怎麼樣 後面全部有沒有 自動就跑完了 OK 有沒有看到一閃一閃的 其實就是 所有的報表 通通都幫我按照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每一個欄呢 通通都跑出來 當然你後面如果要加個圖啦 同樣的方法 你也把它補到後面 不是有表有圖有表有圖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全部做好之後 你覺得說 這些我要再更新 要刪掉的話 這邊還可以加個刪除工作 按一下 全部都通通不見 對不對 所以刪掉馬上就全部都歸零 就重來了 所以你要就按下他 他只有看到他一直跑 其實並不是你在做 而是 程式全部幫你做 你只需要什麼 把它切到前面去看一下 這個 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錄製聚集所產生的結果 看起來其實 好像威力還不小 不過 怎麼做 我們還是 先從簡單到複雜 其實也不會很困難 反正都有固定的SOP 其實我做 寫程式 就是很固定 反正就是按照 標準化流程 結果就出現 只是說細節 恐怕你要注意一下 哪些可能會發生錯誤的 可能 盡量避開 那你的結果應該就是正確的 OK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 先幫我做一件事 第一個 請你幫 我把那個剛剛的動作 假設我們先做簡單一點的 就是 產生一個 性別的 百分比 好 那你們剛剛的做的過程當中 就是先怎麼樣 先彩排 特別重要 錄製聚集 錄製 其實你可以等同有點像 你在拍攝影一樣 攝影之前 你先彩排過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彩排過的話 你可能會錄製到 不應該做的動作 那個叫NG OK 所以你也不能NG 你做的動作就是 就是有點比較是stepide 因為其實 程式是這樣 程式就像機器人一樣 所以你等一下錄的動作 你要類似像機器人 反正動作不要多 就固定那幾個動作OK 所以特別重要 我們再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製下來 那錄製怎麼錄製 一 請你切到開發人員 二請你看到Visual Basic的隔壁的隔壁 這邊會有錄製聚集 OK 其實我 蠻推薦各位 除了會這個之外 也可以學學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 用錄的也會產生 那VPA其實我覺得他比較 算是厲害的一點 跟別的程式不一樣的地方 別的程式 開發像寫Python 或寫R寫Java 你不會寫就不會寫 那VPA是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的 錄完之後再來修改 這個地方的話 這是一個特點 這對於有一些可能 基礎功夫 因為他本 你本身就不是從事這個領域的人來說 你要一下子那麼厲害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藉由錄製的 錄製怎麼錄喔 一請你按下錄製聚集 二請你修改名稱 那名稱叫什麼呢 也許叫什麼 樞紐分析 或者是什麼 等等 反正名稱 但是你如果不改 沒關係 就叫聚集也可以 OK 假設了我先不改 然後按個確定 不過請記得 你按確定的同時 你就等同是在錄影 所以呢你做任何動作 都不能多 就是固定那幾個動作 就剛剛做的 你就是 Step by Step 我把那個Step by Step 一個一個做 我們來看一下 一按確定 接下來 插入這個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給他範圍 這個範圍沒錯 按個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比如說性別 搬到列 然後呢 再把性別搬到值 Sigma值 然後呢 再把他的百分比改一下 改成總和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已經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請你注意一件事 你要把他停止 就是 停止錄影喔 從哪邊停止 記得喔 從那個 剛剛 錄日聚集 現在是停止錄影 所以把動作停一下 好 完成 接下來的話 請你 找到 你剛剛錄東西在哪裡 其實就放在聚集裡面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看一下 你的那個 應該在 聚集名稱裡面吧 因為我剛剛名稱沒改 所以第一個應該就是聚集一個 你再按下編輯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的動作程式 基本上 就在這裡 這個錄製下來之後的話 其實能夠做到什麼呢 基本上 理論上 如果說這個 劇集裡面沒有特殊的要求 理論上你就從無法執行的話 他應該 就會幫你再做完 一模一樣的動作 不過前提是 如果沒問題的話 但是呢 這個地方可能需要改一些地方 哪些需要改 我想 你們先錄製 稍微了解一下 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不過剛開始也許 看不太懂 裡面一堆東西 待會我再跟各位抽絲波子 其實不用全部都懂 但是你要懂 最關鍵的東西 試一下 先把那個剛剛的動作 錄製成句 假設我需要做那個所謂的樞紐 分析表的自動化 我需要做哪些事情